讲到落泪真的好无助 受害住户双膝下跪痛苦哭诉 好不容易存到钱买房 却买到一场空 加一些民手有五户民众买了预售屋 等了两到三年迟迟没有交屋 发现有人开始在装狂 财经觉自己掉进 一屋二卖的骗局 五户民众全都受骗了 携旱钱全没了 据了解这批预售屋出售给五户买家之后 疑似因为建商财务状况出问题 信托给理性股东又在转卖 才会导致这次纠纷 五户住家总加各自约700到1200万元 受害住户已经各自 亏了100到300万元等头期款 五户住家加起来就总共亏了1359万 却迟迟没有交屋 才发现自己被一屋二卖 我们去查询 已经全部都移转登记完毕了 第二次卖又比原来的价金 又多了1000多万 来回他给他三千几百元 辛苦存钱买房 却遭一屋二卖 受骗住户哭诉 房子血汗钱都没了 只希望建商赶快出面处理 还给他们公道 记者后国文嘉义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